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押了李全教之后呢 事实上可以看到这次的检调 检调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所以昨天非常顺利的押了李全教 显然在整个案件当中 检调已经掌握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破口 在今天我们要帮您拼凑整个非常完整的李全教的人脉金流到底怎么去买票 当然李全教过去的做人有人说他很海派 有人说他是假海派 他是真小人 到底他怎么收买人心 怎么吸收人脉 怎么撒钱 怎么赚钱 在今天要为您一一来做揭秘 好 我们赶快来介绍 在今天来到现场的来宾是民进党立委叶宜金 阿关好 观众朋友好 好 也是我们台南的立委对当地的地方政治生态非常了解 好 以及NoNews总编辑康仁俊 阿关好 大家好 西新闻副社长陈东好 阿关好 大家好 好 以及民进党的台南市议员邱莉莉 阿关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台南市议员林一锦 阿关好 大家好 资人媒体员罗友志 阿关好 大家好 好 赶快带你来看 真的压了 深夜囚车上就是台南市议长李全教等人犯 刑贿案涉嫌重大恐串灭证 法院裁定收押境界 押往台南看守所 何怡婷认为 主任被告李全教等人有勾串共犯争议之余 被告李全教蔡启欣 杨弥达林聪斌 均予以积押并禁止接见通信 检方霹雳收网 周日下午在机场拦截李全教随即发动搜索 但李全教预警服务处没开 傍晚5点51分左右 远警跟调查员一度吃了闭门羹 只能哭坐骑楼下椅子苦等 一边联系服务人员来开门 等到8点出头 总算有人来协助一行人进入搜索 整理出几箱可疑证物 有蛛丝马迹的碎纸也不放过 连同电脑一起带走 全案破口就是掌握李全教透过有人装缴林聪斌 把大陆的钱汇到台湾交给蔡启欣 再交付相关议员 握有汇款水单以及本票等市政 加上款项根本不该出现在议员及其家人账户 才决定收网 初步厘清买票分工 林聪斌帮李全教在大陆处理汇款事宜 并透过杨明达担任中间人负责游说 民进党评委蔡启欣 则是策反担任议员的妻子庄玉珠 跟议员曾王亚云 并负责交付款项担任白手套 继续南检从选前就收到线报 从李全教一当选议长就开始侦办 连议长选票上的指纹都一一查验 因资料庞大 全案卷证动用了五台乡行车才在玩 接下来要找出具体账户交易金流 让李全教插翅南非 三零星王黄家平李士红 SNQ小组台南采访报道 李全教真的差势南非吗 我们不知道 但是至少第一场仗打了漂亮一仗 过了一个月才搜索有人说 这是怎么 这是放晒安高兴吗 做做样子吗 其实不是 因为事实上要拼凑李全教的金脉人脉 这非常复杂 因为他有可能是透过海外交钱 透过中国交钱 所以减掉这一次采取鸭子划水的策略 等到证据齐倍之后 再一次出手 其实这一次南检本来是在9号早上8点的时候 才要展开搜索 但是你会发现到 为什么在8号的时候就启动了 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南检在这一次 其实法官有充分授权给他 为什么 搜索票从5号开到11号 整整将近7天的时间 就是让你检察官有充分的时间去做布局 可是为什么从9号提早到8号呢 是因为当时南检得到宪报讲说 8号李全教要出国了 那你要出国的状况之下 因为他没办法掌握你到底什么时候要回来 当然我们今天有看到李全教的友人 有跳出来讲说 人家回来的时间都定好了 你这样跳钢去抓什么 可是那是他三方面的说法 等于他回来超过11号 哇搜索票的时间已经过了 而且你怎么确保他真的会回来 所以你知道南检真的不是随便跟你去说 我就直接指到这个所谓的台南机场去等 你知道 因为包含高雄的小港机场 南检也派人去了 据说连金门机场 金门码头都派人去了 都去了 所以我们就要讲 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缜密的行动 而且一定呢 你看得出来 南检一定要把他生压 就一定希望他能够被鸡压起来 看起来确实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我们看到画面上这上面 有三个市议员 蔡秋兰 梁顺发跟赵坤源 被认为是所谓的关键票 为什么 议长选举的关键票 我们里面谈到就是说 南检现在调查里面认为说 这个李全教大概用三十万到一千万 不等左右这个钱 为什么会差那么多 有三十万呢 也有一千万 我们昨天还在节目讨论说 我修的三十万是说我是比较小的 不是啦 那个三十万一定是 三十万一定是之前选钱去赞助的啦 那个大概是他们国民党籍的 是啊 通通都傻啦 反正不管你会不会选上 不管再选钱呢 我就先布局 所以据说呢 李全教这个布局非常之缜密 而且时间很长 他有分前进有分后进 应该是说他在议员选举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布局了 比如说抗争举举要算对吧 没关系 就算你不一定会得到 我也据你三十万就对了 所以他好像在做行李 他会算一下你的当选几率 没错 当选几率高 哪多一点 当选几率低 哪少一点 而且这个当选几率 其实还换算回来到 他自己的所谓议长选举里面 你如果说港董的事 他基本上一定会挺他 这不是疑忠当时才买吗 不是 他就已经开始在布局了 所以里面有提到说 这个三十万有可能是钱金 有可能是前面的活动费 有可能是什么不太清楚 但是后面现在检调查起来 大概就说这些关键的票呢 大概金额都高达到一千万左右 可能是后屑 你确定凭我之后会有一千万 那其实这个案子看起来 其实有点复杂 为什么这个一个国民党的李全教 会搞到什么民进党的议员 通通都去挺他呢 你看在这段时间 我们大概可以整理出来 在画面的这个右手边这个部分 帮他操盘的周五六金主 这个李和顺包含王静明 这个部分我们大家都比较多的琢磨 在这个选前 他们都有参与到 可是在这一边 我们稍微跟大家 解释一下这个关系 杨明达是无党籍的 以前的这个台南市的议员 跟李全教的关系 其实非常非常的密切 这一次李全教就透过杨明达 去找到了梁顺巴 蔡丘兰跟赵坤源 这是他们这一边的这个组合 杨明达听说不过 这个做也属机 是他的铁票装脚 没错 那另外这一个人 要称之后运操守林冲 以前他本身是在做游艇公司 你知道吗 可是他也是透过李全教 在中国大陆那边是有发展 这一次检调之所以决定收网 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是因为掌握到林冲兵 他有一笔巨额的资金 从中国大陆移民到台湾来 甚至怀疑说他将交给蔡启兴 所以是不是有可能 这笔钱就是要来付后屑的钱呢 不可能 蔡启兴的角色比较特别一点点 因为他是民进党 台南市党部评委会的召集人 你没有记录他是民进党的 怎么会跟这边人家这样 这样摸摸到底 这个就跟他的太太 庄玉珠是有关系 庄玉珠是现任的台南市的议员 可是他跟现任的市长 赖清德中间 因为他这选机有时候 你也要算 我也要算 我的人也有想要算 那检教现在查出来说 因为赖清德他自己的子弟兵 放到他那个选区就跟他选 所以庄玉珠有点心声不满 你知道吗 那李全教就想到这件事情说 那我好像应该有活动的空间 就找到了蔡启兴 因为蔡启兴是庄玉珠的先生 就找到他说 那不然这样子 我们有没有合作的空间 曾王雅云因为跟庄玉珠 感情也还不错 交情也还不错 就顺带带过来 一起帮忙李全教 好 所以这是李全教 这一次买票的人脉金脉 我们大概整理一下 目前所浮现出来的轮廓 但是据说检掉这次输手 我也说他说 检掉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这个检掉这一次 是整理了 五桃子的箱形车 那不简单 五部箱形车 就对满整个储藏 是这里头包括所有的水单 所有的证据 所有的汇款资料 所有的名册 当然关键人物的破口是谁 蔡启欣 据说蔡启欣在这里头 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 昨天其实 宜静也谈到 蔡启欣为什么这一次 会反赖清的反的 这么厉害 是因为过去 他们其实挺赖派 后来因为赖清的 自己的子弟兵出来选 他变成反赖派 对 蔡启欣 在这之前 就跟庄玉珠 他们夫妻 基本上就是跟赖清德的合作 还算不错 但赖清德当立法委员的时候 他们就其实都在地形上 让我们今天都有相通 大家都有合作 对 所以六千年做的市场 当然继续这个合作关系 所以这个关系一直都有一些 那之前是不是跟许天才也翻脸 他们这个关系有点复杂 对 因为蔡启欣是蔡介雄的好生 对 蔡介雄过去是提拔许天才的人 没错 所以教理说 他应该也继续挺许天才 但是他们竟然还跟许天才 翻脸之后去挺赖 这段是怎么做 是 因为刷盖雄就是 考虑在那时候 一个人这样溜溜对美国 欧名堂回来台湾的时候 那时候想要参加立法委员的选顾 那所以那时候他 透过陈水扁来找蔡介雄 那蔡介雄其实那时候就是 就听起来觉得这个孩子就很优秀 三四十五的孩子 就觉得有心要为台湾政治打拼 于是蔡介雄就挺了 许天才 那一次我记得是1992年的立法委员选举 是第一次的全面改选的立法委员选举 那那一次的选举 台南市民主进步党提名的 施明德跟许天才 结果两个都上了 那施明德当然有 原本在台南的 属于新潮流派系在挺施明德 那许天才于是就是 蔡介雄这个所谓的小北兵团 就挺了 蔡介雄那叫小北兵团 对对就是那个有一点历史啦 就是说她的那个后援会 我们通称小北兵团 蔡介雄在民进党里面是 位阶非常高的对吧 对 她可以算是创党元老级的人物 当然是喔 她有党外议长支撑 就是说还在党外时代的时候 她虽然不是省议会的议长 不过她俨然是省议会的议长的格调 那她其实带领了很多就是很多省议会 早早期在那个那么威权压迫的时候 她都敢跳出来去对抗这个威权体制 听说她不敢抢过省主席黄杰啊 说滚出省议会 喔她的感觉有夠烤 因为那个时代是白色恐怖时代 没错 那是在1960年代 那很早 那在更近一点1985年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解研 那个时候其实蔡介雄 也为了对抗这个省议会 这个不当的预算的省议 她就要对抗这个预算 她就宁可用辞职来对抗这个东西 结果她结合了 我所了解是说 那个时候她是党外去选的嘛 对 当我去算 那个时候要算条性议员 是真不简单的 当我 她其实她做了七届的省议员 四五六七八九十 总共有七届 那她比较特别的是说 她过去是党外时代的 这个省议员 本来就不好算了 一直到民进党创党了以后 她担任 她是创党党员 然后还担任过 那时候有地方党部 民进党台南市党部的 第二届的市党部主委 就是蔡介雄 那蔡介雄那时候 因为没房子嘛 蔡介雄还花钱在新兴路 租了第一家的民进党台南市党部 那个都是蔡介雄的手 所以说 每一个人要去台南 发击的这个 因为这个过去是台南市嘛 那 问问问去台南市 那个参计 是 重臣水扁 许天才 甚至于赖清德 都是必须要先去拜访 这个美丽岛系的大佬 就是蔡介雄先生 那所以以至于 刚刚已经讲的 所以一代人就化罪的建筑 对 过去他真的是 他真的是 然后甚至于 刚刚讲到的那个 就是说 他在第七届末的时候 为了抵制 那时候审议会 编了不当的预算 所以他联合了 游锡坤 谢三生 还有苏贞昌 当时的审议员 他们集体辞职 后来当然就是说 他虽然还是留在审议会 但是这件事情已经引起 那个时候 既然拾起 台湾各界的一个 舆论的华缆 就是说 这么有价值 敢对抗当时的审议会 那么 蔡介雄 他特别的一个性格 就是说 他爱财 只要每个人来找他 他觉得 这个孩子要请一 秀宅 秀宅 对 那他为什么会 庄玉珠刚 这个审议讲到 庄玉珠跟 许天才之间 其实是有一个故事 许天才刚当选 第一届市长的时候 那时候 庄玉珠咨询的一个议题 就是流浪狗的问题 他说 市长 你认不认识这一只狗 他是不是你养的儿子 因为他是指的是 他认养了一只流浪狗 结果许天才 他是有洁癖的 他很担心这种东西 会被过度解读 他说 我跟你不太熟 你不要开这种玩笑 结果呢 庄玉珠议员就非常的生气 在第二次咨询的时候 就带着蔡介雄的遗照 到市议会的议事厅 问他说 你说你跟我不太熟 你认识他吗 你认识我公公吗 所以那时候的一个社会风味 就是说 因为许天才当时是陈水扁 带去介绍给蔡介雄 那么所以他其实 我想许市长当时的意思是说 不要开这种玩笑 因为说 你有一个儿子在外面流浪 你敢知道 其实他是讲他的狗儿子 可是因为他咨询的时候 是用这样的语调讲 所以许市长当时是担心 外界会误会 所以就跟他说 我跟你不太熟 四生子 对 其实是狗儿 流浪狗 所以他就跟他讲了那句话说 我跟你不太熟 不要开这种玩笑 以至于庄议员才会戴着蔡介雄的遗照 等一下他公公的遗照 对 因为蔡介雄事实上 他在张燦宏1997年的时候 他但是过去从来没有党外 甚至于民进党可以执政的天下 虽然说台南市是民主圣地 但是过去的市场 不然都没有做过 所以说当时 杜燦宏 起算的时候 蔡介雄出了非常大的力 可是很可惜的是 在昌炭宏还没就职的时候 蔡介雄最逝 就突然间心情梗塞就过世了 以至于就是说 事实上蔡介雄在我的心目中 对不起我点 蔡介雄在我的心目中 对民主和台南市有拼的分 但是他没有什么乡去的分 因为他没有活到看到民进党 真的完全执政 所以我是觉得说 我个人 我对庄益宏议员我非常的认识 因为我们是同一起的 庄益宏他今天卷入了 这样子的一个风波 我个人觉得非常遗憾 是因为我觉得 他是一个非常称职的民意代表 甚至于他是一个非常忠贞的党 抱歉 因为他虽然是贵为妈妈 可是他在地方的服务 真的是 早上五十点就去乘 煮饭给自己的鸦吃 要出去骚拖 抱歉 那晚上也是 就是非常的鞠躬尽瘦 势必恭亲的一个好议员 我很抱歉 我必须要这样子讲 那当然就是说 他的先生的部分 或许是有一些的 比较意气用事 可是我觉得我们在这边 谈到蔡介雄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间点 我们有重顶 我们重振的时候 就是要去拜访蔡介雄先生 所以以至于说 虽然是掀起一片的哗然 但是我是觉得 并不能够把蔡介雄先生 过去为台湾这块 民主胜利的付出 做一个抹杀 所以蔡介雄的儿子 蔡介雄被收押 确实让很多地方上 关心台湾民主奋斗过程的 这些地方上的大佬 觉得非常痛心 痛心 真的是痛心 而且真的是 某程度也是想不到 我就说这个反差真的很大 那可是话讲话来是 就如同莉莉刚刚讲的 其实庄玉珠议员 在我们议会同事里头 其实是一个非常柔软 然后服务非常好 周到的一个议员 就是她先生 其实我觉得蔡介雄 我们来分析蔡介雄的个性 其实蔡介雄我也认识 她从1999年 补选国代的时候 我就跟她很熟 所以也有好一段日子 那我是觉得蔡介雄的个性 当然也听旁边有人分析 就是她比较火爆浪子型的个性 她也比较爱恨分明的个性 那所以 她恢复我生 阿哥她爱恨分明的这种个性 所以她遇到 她觉得人家亏待她 或者人家亏对她的时候 她自己这样想的时候 她可能那个反弹力道会很大 所以我觉得她今天会做出 这样的一个决定 某个程度 就是她觉得 她自己心生不满 他觉得赖市长辜负他们 对不对 因为东超 他为了挺赖市长 跟许天才翻脸 许天才是他公公 他爸爸 其实不该说她是挺赖清德 跟许天才翻脸 是许天才对她公公不尊重 许天才选上立委之后 是她公公全力支持 是她爸爸 蔡启卿的爸爸 全力支持许天才才选上议员的 那选上立委的 那许天才选上立委之后 对蔡介雄开始就不大尊重 她觉得她自己很厉害 所以蔡介雄才会 就是有那么一点过河拆桥的味道 对 没错 所以才会渐渐衍生 这个蔡介雄的家 对许天才的不满 而导致在1997年 张蔡宏代表民主进步党参选 市长的时候 许天才还托党竞选 许天才还托党竞选 那个时候其实蔡介雄 是很讨厌厌恶这样的行为 因为蔡介雄基本上 是一个党性很强的人 那这一次竟然做了违背党义的事 你刚刚谈到蔡介雄的构型 是不是最主要是因为 她老婆在选的时候 当时赖清德挺了自己的子弟兵 对不对 是 这是一个原因之一 就是说这一次的第二届的选举 她挺的是吕维应 对 那其实是这样子说 就是吕维应 她初选的时候 其实赖清德市长 并没有出手帮忙她 在初选的任何一个场合 看不到赖清德市长 帮忙的脚印 那不过就是说 吕维应初选过后 在大选 他们同样都是 民主进步党提名的 对 那当然这个在 庄玉珠的感觉 她会觉得她吃味 因为她觉得 这个是你以前的秘书 所以她都会觉得 赖清德市长 挺吕维应比较多 对 觉得她对她比较好就对了 对 所以在这次第八次 中集囚里面 对 庄玉珠在总咨询里头 一反常态 我那一次看电视 我也吓了一跳 她就是比国民党 还国民党的咨询方式 也按照咨询 然后就是她都觉得 赖清德市长 对于南区所有的建设 那个她都把她推翻 她都觉得 若市长 你就对我南区都没做什么 她的第八次总咨询 主要的内容 很呛辣就对了 对 都是这样子讲 让赖清德其实很痛心 赖清德市长真的很痛心 她觉得我很听你 我也在南区替你做很多 结果你记得 搞得说的一文不值 这次不是只有一个问题 这里面有很多的选举恩怨 比如说 曾王亚云 这次曾王亚云是什么招票 这次当香港人说 一点都不意外 为什么 因为也是选举的恩怨 曾王亚云议员 他一向过去在台南关 就是一个感言 很敢说的一个议员 他如果觉得他看不过 没关系电影建设 还是说市长 他是批评不会手软 那么亚云姐 我认为 他在这一次 也是为了杜树营的事情 因为他时常跟我抱怨说 在这选举的过程当中 那市长有到这个选区去 发表这个当地的 例如说制水 或者是说各样的 那个基层建设 他都不忘会提到的是 五党级的议员 例如他我听过他抱怨 他抱怨的杜树营议员 抱怨的张国禄议员 你说刘市长去带杜树营 骑台 叫你说杜树营跟 他们是在同选区的竞争关系 你去带他骑台 又是五党级的 他就会觉得说 我们怎么会这样 情何以堪 对 市长是这样 市长他知道 因为民进党 他即便我们是过半 但是对五党级 他还是希望能够拉五党级的手 因为五党级 这些比国民党未来在江湖议定的宣户里面 比较好拜托 所以包括他同远区 陈特钦议员 张伯路议员杜树营议员 市长都有去带台 他一视同仁 像宜庭刚才说的 其实他也是一视同仁 可是看在 但是他是不是 艰困学区 其他的资料在现场说 这都是杜树营 带大家准处的 这是不是因为这样让曾王雅蕴很不舒服 说阿帝那家庭怎么都是他的进出 应该这样讲 他去亚云节的场 他也有扛下亚云节 因为两场都是我主持的 所以我非常的清楚 那这个可能就是说 赖市长他认为说 需要议会需要比较多席次 挺他的这个议员 所以变成说 他去张伯路议员的这个服处 陈特钦 杜树营 他一样也都给他扛下 所以亚云节他会认为说 我已经算到要辛苦 现在又多一个刘正昌议员 都提了两席 那算是艰困选区了 那你还没有给娥乐过 所以他会有一点抱怨 就是赖市长的公平 在同党同志的眼里 变成没有公平 我们来听赖市长怎么说 这一次的议长会选里头 除了金钱创下天价之外 曾经也是令人折舌 他特别谈到 连创党元老 党外大佬都参与其中 有传言说 连民进党 以及当年党外民主运动的 大佬都涉入 这个涉入的层级之高 令人折舌 外面是传说 连民进党党外人士 或者当时民主运动的过程当中 在地方上的头 让我们去替李权教牛票 你要听过这个说法吗 这一次大概在选完之后 我们有进一步了解 那的确参与这一场选举的人 帮李权教选举的人 的确是非常多 包括我今天接到一个电话 就是一个朋友 接到一个打电话给我 他说林南生 在南大附中的校友会上面 他讲了 他说他也是这一次参与李权教 这一次议长选举的操盘手之一 是哦 林南生 所以这一次是像包括国民党 像李权教本人 当然这不用讲 一定是嘛 包括周五六前议长 李和顺前议长 包括高玉仁 还有包括我们刚刚讲的林南生 他是以前台南市议会的副议长 那么也包括台南地方 仁德 仁德农会的李市长 宋维鲁 这个也都参与 所以你发现接触议员 是由地方上不同的人来接触 所以他有很多 很多人 所以他这一次 层级之高 层级之高 所以他不是一个个人选举政府议长 所以人脉网络之大 以及会选金额 个人不至于有那么多的人脉 几乎是创纪录 个人应该不至于有那么多的人脉 你可以看到各 可以说各方来头都参与了这场的选举 对 其实市长当时就知道蔡介雄 刮刮蔡介雄的儿子 就蔡介雄的家族 蔡介雄的儿子蔡启欣 介入其中很深 但是不忍说出蔡介雄的名字了 但是宜金说真的 这一次议长会选 之所以 这是议长选举 之所以会选 会弄到这样的会声会影 包括大翻盘 除了钱 除了之前的选举恩怨之外 李全教 借郎不甘单 我们在录影之前你说 他是真小人 真的要跟他交手 你过去跟他交手过 他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绝对不是简单的人物 非等闲人 我已经选了一届省议员 五届立法委员 我选了六次选举 最惨烈的一次 就是李全教 在当台南县党部主委的时候 我跟洪一群选的 那个第一次的单一选举 就是当选跟落选 yes or no 我其实跟洪一群选过很多次 洪一群其实是一个 很国民党很蓝的 但是不太有冲劲的老先生 我要这样说 那所有的呢 所有的部首 所有的奥部 我后来知道 都是这个主委出的收主意 那个奥部到什么程度 我选到今天为止 看了之后的那么多场 国民党的选举 没有一个部首 有超出我那场选举的范围 还没有任何翻新的奥部出来 李全教在超拌 是真厉害 是没有错 你知道吗 那时候洪一群的造势场 有人拿刀子去杀 割杀人 2008的这一届 在上一届 不是这一届 是2008 是2008 对啊 这是画面上这一次嘛 2008 不是2012 这一次是2012 有人就割伤了在场子里面 两个都去他们场子割伤了以后 他说是我派人去杀人 哇 这个指控还得了啊 我派人到他 你派人杀人啊 对 我派人到他的场子去杀人 你看这种指控有多严重 然后再来呢 他们就还 那个受伤的人就去住院 然后呢 他还要求马英九下来 看这个受伤的人 然后马英九去看的时候 哇 还在那里谴责 暴力民进党 这下我就忍耐不住了 你跟我选举 你就真的冲着我来也好 也没有关系 大家都知道 我一点都不暴力 我连在立法院 我都不会打架 我不会打架 这件事 对于我身为民进党员 我都觉得很羞耻 因为我真的不会打架 你还说我去杀人 好 还说暴力政党 所以当时是在他的服务处发生的 对不对 不是 是在对手的造势场合 所以是在洪玉清的造势场合发生的 是 那在他的造势场合发生了 杀人事件 他说是你叫人去做的 对对对 然后他还马上就请着动 这个马英九下来说 说我是暴力政党的候选人 这个就是当时洪玉清 就我觉得一定是 你全叫教他的 因为洪玉清这个老先生 你看他讲起来 就是这样有气无力的 他也没什么杀伤力 对了 李全家在吵拔了 对 好 结果你知道多好笑 马上啊 这个 这个砍人的哥哥 杀人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凶手的哥哥 其实没有很严重 就是一个小刀这样砍伤 说 不是啦 那个我哥哥是懒的啦 我哥哥跟那个人 恩怨很久了 就在邻居为了土地的问题啦 为了当初 那个土地征收的问题 两个人已经吵了很多年了 结果 所以是自己跟他 就是洪玉清自己跟他哥哥有恩怨 不是不是 是他杀人 被杀到的 被杀到的支持者 他们之间的恩怨 之间的恩怨 私人的小恩怨啦 刚好在那个中央就对了 对对对 遇到了 所以 奔外眼红 他身上大概戴一个什么 像什么瑞士小刀 这种小小的刀 他就 一时气愤就 就杀了他这样而已啦 可是你知道那时候 我们地方 有人愿意站出来 他的哥哥哦 这个杀人的那个哥哥 站出来 自己讲说 自己讲他的弟弟吧 自己讲说 不是啦 我哥哥是怎么样 可是没有用啊 因为马总统的高度 下来讲暴力政党啊 下来讲这一件事 暴力政党 是我民进党的候选人 去杀国民党的这个支持者啊 那还得了对不对 但是我为了要 你会拎得拎就对了 我为了要拎这个 这个 这个哦 要把我拎 你知道我多勇敢 我只有三个人 我跟我的哥哥当司机 跟我的助理三个人 就杀去这个马英九的车队 因为只有媒体 只会跟着马英九的车队 你在这里说破嘴 开什么记者会 凶手的哥哥出来讲 也没人理你 我就杀去 直接杀到马英九的车队前面 拦下了他的车队 抗议他胡说八道 抗议他这个造谣抹黑 因为我没有啊 我没有派人去杀人啊 这个媒体才背了 才真的为了这个动作 才去访问那个哥哥 才把这个新闻搬回来 而且据说 你跟李全教交手的过程当中 他最擅长的就是发黑函 而且他发黑函 给铺天盖地通通发 铺天盖地到 不是我的选区也发 好 那大家可能还记得 那个就是一周刊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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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卦新闻 结果我告了一周刊 是 我告了一周刊 一周刊陪我和解了 但是因为陪我相当大的数字 它里面有保密条款 我不方便说多少 总之 这个有和解书大家都知道 而且我也开过记者会 可是他照发黑函 而且他知道这个不是事实 更离谱的是 连我的文宣 他都可以在他的演讲场说 你看 都在台北在红色 红色 红色 然后说我那一张 就是这次也对吗 外面听我看一看 这次就说你红色 不是这次 另外有一张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我拿在手上的就是我的文宣 我就不知道我这个文宣 有哪个地方不对 然后他就说我红色 我是三个孩子的妈 这个全台人都知道 像全台湾都知道 我是三胞胎的妈妈 那作为一个妈妈 我在立法院也不是一天两天 已经这么久的 我的行为举止 有哪一个地方是红色这两次 结果你知道吗 后来他们也可以凹成说 因为我就告他 我觉得就是公然毁谤 红色 结果他竟然那个 讲我红色的 现在还当大学校长 然后他凹成说 红色是赞美我啦 我真的 红色是赞美 意思是说你有这个条件 现在当红色 不是 他还去 他翻字典说 风骚就是什么 文采丰富 什么什么什么 我真的是快被他气死了 我真的吃风骚 真的 跟李全叫交手 这没有三两三 没有办法跟他交手 是 来 正亮 再加上 他有银蛋充足 对不对 当然啦 其实李全教 他很早就开始在走平坦 他平坦 听说有两间公司 一间就是我们说的原具 对 原具集团下面 还有很多公司啦 另外一间是海宴 海宴 原具其实一开始是要把台南市台南官的农产品 农产品 农产品 要去那成立一个中心啦 其实因为他来去平坦很频繁的啦 甚至有人说他可能是平坦草屁草地皮的祖师爷啦 因为要饮很多人去的 包括他想要引进那个金门酒厂啦 对金酒 金酒啊 对 他想要在那里取得总代理嘛 这个名字的生意越多越大 为什么说呢 因为上海自贸料 福建自贸是下一波嘛 对 平坦在今年的三月就要正式成立 对于福建自贸区从这里开始喔 是 福建自贸区的尺寸是多大了 是上海自贸的十九倍 十九倍大 所以你 对 一直才是农富产品 对 不过就开始胡上嘯 胡上嘯就是我们学甲的器作 其实包括那个 那个 那個大陸的國台辦 正立宗 正立宗在走偷偷的時候都會出現的 因為那個時候 國台辦真的有一點故意 照開民進黨 李專家那時候是中宣委 又是劉委 所以他回去就都在帶頭就對了 也有一個 他帶台灣去和平坦 而且去了非常多次 所以到最後就沒看到薩麻糬的氣座 所以我們過去都沒注意 其實正立宗和共青街 經常生活變成是看薩麻糬 他都站在旁邊 而且我說那個漁業署就很怕 我們台灣的漁業署 中央的 他說這個有一樣 他說北方的人 他在說我們福建以北 說他們有在吃薩麻糬 因為薩麻糬市有很多 好 到底李全教 怎麼扮演兩岸買飯的角色 怎麼累積他的前脈 金脈 人脈 而能夠撼動這一次的議長選舉 等會為您來做解釐 今天回到節目現場 這一次剪掉 拼送出來的拼圖 據說他光光這一次的議長選舉 可能開創了兩岸 兩岸 有很多人說 對中國拔錢 可能中資介入幫他買票 但有人說 這台小看李全教 他根本不需要中資介入 他叫做得很好 其實你想想 如果他把這個議長當作是 福建自貿區未來的一個對口 他做議題比較好做對口 對 他有台南市 說所有的農產病要進入 福建自貿區 都要經過他 金脈要經過他 這個生意很大 我們還不要講草地皮的 因為他都先買了 先買 因為福建自貿區 包括四個城市 平安算四條 湖州 廈門 泉州 漳州 那不是他大條 市長這麼大 是啊 所以 人口差不多三千萬 所以他嫁下入獄 我說實在 他很多人說 當主席都合作王文忠 王文忠 王文忠是誰 你知道嗎 全學甲 全學甲政代會主席 對 他本來是學甲政代會主席 去參加 白郎的 白郎的中華統一出進黨 他還去參加他的 中華統一出進 不是白郎的手下 簡單說 其實他已經都知道了 白郎的小弟 也不能說小弟 很大 很大 政代會主席 白郎很大 夥伴 其實中華統一出進黨 那個時候就是要 引進大陸的資源 帶台灣各地 都結合想要記載 他本來在去年選舉 就想要結合村里長 鄉政代表 那種 他們是要這樣發展組織 但是去年 三條幾月 他們說我沒有統計 但是李全教 跟這個做的結合 是 甚至於還有人說 所以李全教 王文忠 白郎 是一個 三百姨器座集團的核心人物 未來會發展成其他的什麼企業 我們不知道 而且現在出現的是 三百姨這個器座 可是未來一定是 福建自貿區裡面的所有的 農產品的副產品的中心 請記在平潭成立的 台灣商品交易中心 也跟他有關 所以聽說 他還準備要統包 台灣到大陸農產品的加工這一塊 從自貿開始 因為福建自貿區 因為我最近 開始認識一些朋友 我很多人都在福祉做生意 我都很奇怪是怎麼做 要人家跟李全教 他特別開放項目 以前沒有開放 像我曾經有一個殯葬業 殯葬業本來在大陸沒有開放 結果突然之間 怎麼福州在開放 我的朋友在福州做殯葬業 據說要到平潭要到福州去 透過李全教最快 最有用 因為他是老熟人 熟人 其實平潭所有的 當地的書記 區書記 什麼的 還有他 我不是說一個高郊廳廳廳長 李德金 李德金 大概他全部都摸得非常熟了 因為福州省委就在福州 人家可以直接靠電話正立中 可以 我這樣說 我聽到我們台南台商 就是北門一帶 這裡的大兄說 其實 薩巴西棄座 是 他沒有成功 他沒有成功 是因為我們 在薩巴西棄座以後的選舉 總統大選 我們台南造贏 而且票開得非常漂亮 全台灣第一名 結果他就莫名轉導會 因為這個很明顯就是統戰嘛 就是統戰 那我們農民也沒有覺得虧欠他 因為 器座就是商業行為嘛 我不是自己投錢 你不是送我 我也是養魚 也要本錢 那你跟我講好多少價錢 我才去養的 所以票沒有開出來 所以沒有成功 那中國其實也沒有完全 照器座的企業走 中國曾經 一樣在我的選區 說要在東山買一百噸的流町 流町自銷的時候 結果要多少 要一噸而已 就沒有了 對就沒了啦 下一次單 差九十九段耶 李全教賺錢不是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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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全教賺錢真的是在台商去中國這一塊 我聽到台商跟我講說 李全教在 在從北京開始就有 北京有房地產 現在最賺的是什麼 就是海溪 海溪因為他是要統戰 他一定要台商才可以去 那海溪特區呢是不用稅 那免稅當然是很大的一個誘因啊 那台商當然要去 台商要去 要透過李全教 但是還有不是台商的想去啊 為什麼 那一個只要你進去 那跟 就免稅了嘛 就跟這個其他的競爭者來講 就多了一個成本 所以呢他也想去 但是他想去不能去啊 因為中國說這一塊是要留給台包的 很好聽啊 統戰嘛 所以怎麼樣 還是透過李全教 透過李全教呢找那個人頭啊 找只要台灣人的人頭 那他就可以進去 那我聽到了就是 福青幫其實很多已經進駐到海溪 所以李全教的角色跟連戰蠻像的 當然 就是扮演兩岸重要的買辦角色 難怪外界盛傳 他曾經幫連戰做過密室 還帶信到大陸去過啊 那我們就全部都可以勾在一起了 不過李全教他不是只有自己賺錢 他很厲害 引誘人來做高等 他會拉地方人士 甚至綠營的議員做高等 大家做會賺錢 所以他這麼叫他頂張是不是這樣 其實他在地方集資 這個是行之有年啊 尤其是 對於立委的時候 一直到他沒有做立委這六年 他自己也有說嘛 我愛吃飯 我要賺錢 我沒有做立委 我沒有賺這個 我要賺什麼 所以你看喔 那天零食會 1月6號沒有開成 到1月15號 原本我們是很多民進黨的群眾 要發動群眾到那個市議會去抗議 是 就1月14號 來 我們來看這是 甘地報索彈板 甘地報索彈板 他說請賴清德市長 不要追殺李全教 好 來 我們來看這個廣告寫什麼 親愛的賴清德市長 我們是一群投票給你的選民 看到你一連串對李全教議員的指控 讓我們再次看到馬英九總統 追殺王金平院長的那一幕出目驚心 我們沉痛的建議你 不要變成民進黨的馬英九 不必為選先判 請回歸市民權益做思考 一群農民朋友 後面還有很多人簽名 還有簽名 就是看起來 不知道在寫寫這個字也不是 是 所以 確實有很多他的支持者 大家集資幫他登廣告 而這一群支持者 表面上他的支持者 背後是不是也有盤根錯節的利益在 因為他就寫得非常清楚 是一群農民朋友 一群農民朋友 那我們知道說李全教 除了這個思慕儀去做 我想剛剛郭委員跟月圓講 那是一個入門款而已 那是入門款嗎 入門款而已 那基本款而已 三丘店跟思慕儀那是入門款 只是說我必須要有一樣農產品 然後又是在地特色的 我才有辦法去集資 集資完了以後 除了思慕儀 現在舉凡 台灣可以買的可以賣的 中國可以買的可以賣的 李全教都可以買賣 就大概是這個意思 所以這個思慕儀 不是只有說我們李全教自己在做 也不是只有生意人在做 也不是只有王文宗在做 聽說就是當地的很多鄉鎮市長 過去的鄉鎮市長 還有包括我們有一些五黨籍議員 他是在地的議員 他們都是 全部都是這個思慕儀器做的一個金主 就是李全教去集大家來投資的 就變成大家都高等 是 然後就是說 他們現在不只是思慕儀 因為思慕儀器做的是跟漁民買全漁 他們現在還要做冷凍加工 所以又投資了兩億 要在雪獎 那時候是那個拱國台辦來的時候 特地跟他講的說 因為這個活魚有時候 這個冷凍沒有馬上處理好 會死掉 這樣漁民會 所以要設加工廠 對 要設加工廠 所以這個加工廠又說 又要集資了 又要設在這個雪獎 所以我認為說其實師傅 那是一向共青蓋討的對不對 共青蓋討的 共青蓋那時候來 正義中來之後 共青蓋來的時候 他就大肆地這樣子 在雪獎那個地方 辦桌請我們那些 學家的鄉親 他說這很好 我們兩天 中古還要來這裡 倒煮兩億 我們要去冷凍炒 我們要去加工廠 未來我們三百魚 不是只有全魚而已 我們兩天可以做魚丸 做魚殊 什麼東西都可以賣到中國 請問 我們這個台金 本來說這個六百萬台金 到後來現在實際上 事實說我們的出口 聽說 沒有到差不多六百萬台金 六百萬台金 聽說沒有到三百萬台金 三百萬台金 實在是不簡單 他不能夠賺錢 他不只是夠做人 而且他會用錢 去綁住地方 樁腳 地方金主 以及地方的有利人士 當然這一頭 可能包括綠營的議員 所以賴清德跟他交手 待會贏 我怪賴清德 自己也說他也不讓人騙過 他說你還不騙對吧 我是覺得說他們 因為你去跟一些五黨籍議員溝通的時候 他們都說 市長我會給你們支持 結果票開啟嗎 不是這樣 這個是這樣 就是說當初他們在競選議員的時候 希望我去給他助選 然後他們的競選總部成立 我去給他助選 給他授旗 那當然他們是希望未來市政會支持我 是 那麼他們也希望政府議長 我當然也有拜託他 政府如果你要支持我市政 那有沒有辦法議長也可以支持 那後來授旗裡面也不是說完全沒有效果 包括上話選出來的林志斬 他本身是五黨籍 對 但是他一當選之後 他馬上兌現承諾 不僅僅支持賴美會跟郭信良 我們民進黨提出來這一組政府議長 他也因此加入民進黨 但是跟你騙的也很多 另外這個台聯黨的楊忠誠 我去總部成立我有去參加 那他答應就沒有變過 所以有錢有餘的人 也有 他這次票來賣 後來 被四個小孩收買的也很多 其實那個 因為那個金錢實在是太大了 好 所以 整個偵辦的進度到現在 賴神不滿意 他說我還是不要進議會 是 再講賴 在現場大家要進議會之前 再補一個東西 我們剛才講到李全教 講到王文中 那要偵辦到什麼程度 他才認為案情已經釐清原議議會 這個要先問賴神 但是我要先講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剛才講到李全教對不對 對 講到王文中學家的撒把戲 再補一個進度 我們白狼狼哥 現在考慮要在台南 台南市選立委 紅刀 對啊 他已經在那邊 他已經下去台南非常久了 常常下去 而且那個狼哥他怎麼走 他像李全教他們走的是 鄉政民代表 原來鄉政民代表會 農漁會 他走的廟 都是那個小的廟 就是廟公 廟公 走廟 那個小的一個一個的 已經 他這一兩年已經跑 已經跑了好幾次了 他對台南的相當有信心 好了我們回到 整個檢料政辦的進度了 好 因為現在已經收押 我本來以為說收押了 賴市長應該會進議會 賴市長認為 收押甚至於起訴 都不算案情已經被釐清 那我要來問 檢料到底現在 偵辦的進度到哪裡 手上握有多少 能夠起訴李全教的證據 起訴李全教大概基本上是夠 可是你說 釐清真相呢 沒有當然還不到 為什麼呢 整個你現在看到這張表裡面 好 全部都是民進黨的 那整個台南市議會 三種組合嘛 國民黨的議員 五黨籍的議員 跟民進黨的議員 好難道李全教 只買綠色的議員嗎 應該不是 但為什麼偵辦進度 只看到綠色 沒看到藍色 那藍色怎麼了 消失的藍色 等會來告訴你 最後要節目現場 對啊 你不說 藍色不見了 為什麼藍色都不見了 那個林南生 也不在這裡面嘛 對 李和順有約談嗎 沒有嘛 沒有 我跟你講 藍色的嘛 五黨籍嘛 綠色的嘛 綠色這塊比較容易辦 為什麼 其實以前叫找的人 不是只有這五個 超過五個 有的人答應 有的人不答應 還有一個 聽說法是真的還假的 還有人收了錢金 沒有投票 收錢沒辦事 不曉得是後來被 因為民進黨中央 要求黨記者 不然被嚇到 還是怎麼樣 但是這個檢調 他們是有情報的 就是說 第一個 光是民進黨的部分 不是只有這五位 被接觸了超過五位 你可能是五乘以二 那這裡面 金額最大的 目前聽到大概是兩千萬 到兩千萬啊 是 但是其他的 應該都有一千 然後呢 其實我們這個表 還是不完整 所以你現在看到 當然這三個是核心嘛 像蔡喜新這些 蔡喜新 他負責正王雅雲 他自己老婆 然後楊明達 然後楊明達負責的是 蔡秋蘭 梁順發 趙昆遠 楊明達是 李全教的貼身司機兼鐵票中角 還有林聰斌 然後林聰斌 是一個遊艇公司的陶吉 據說他負責運錢 從大陸運回台灣 我直接這麼講 你現在看到這張表 未來還會繼續修正 還會繼續修正 還有很多人沒有浮上檯面 而這些沒有浮上檯面的是 企業界的 但是這些人也不要緊張 如果看到我們現在在播的話 你還有機會當證人 但是名單 名單我直接 那是有時候證人和被告一線之間 哎呀這個 我當時第一張傳票是什麼證人 第二張就變被告 只要你當了證人 就證人保護法嘛 所以 他有一些都是單線聯絡 你說李全教他都單線聯絡 還有單線聯絡 那藍色的為什麼沒有辦呢 因為藍色也很多都收到錢啊 這都怪賴神 因為我們賴清德賴市長沒有講 藍君是誰負責 所以你注意看 檢調現在所有辦的方向 是不是都是 賴清德賴市長在你節目那一次 講到點名的那幾個 只要是民進黨的那幾個都看到了 對耶 所以檢調是看電視辦案 你不會這個意思吧 也沒有那麼離譜啦 但是呢為什麼呢 因為像李核帥也好 林楠森也好 是 基本上呢 在這個事情時候 你有聽到他們講話嗎 沒有 你有聽到任何一個國民黨的議員 主委 或者中央黨部講任何一句話嗎 沒有 國民黨是一片安靜 安靜有什麼好處 我很安靜 不要引起注意 不是 你想要注意 你不知道從哪裡注意起 你比較沒有那個線頭啦 是 它比較不會有破綻 對 那民進黨因為有人收有人不收 所以呢 很多消息就出來 所以這一塊比較好辦 所以民進黨的消息來源 比較充分 換言之 如果今天不是賴慶德賴市長 把這層沙捅破 把這個事情鬧出來的話 檢調也不一定辦得下去 因為他們有時候也不知道 該去辦誰 好 不過這一次的主任檢察官 據說 據說中和縣 他的個性是非常沉穩 他絕對不會一下就出手 他一定是掌握了十足證據 一刀避免他才會出手 他過去辦案是這樣嗎 我先講 因為他現在他除了是辦案檢察官 他還有一個身份 黑金專案 也不是 他 你想不想到 他是有選舉經驗的 但是他的選舉 當然不是這個民意代表的選舉 我們在法務部 有一個人事評議委員 中和縣檢察官 他是普選出來的檢察官代表 他是代表檢察官到法務部 去參加人評會 也就是檢察官的聲簽考核這些 他是 他是 他是委員 他在裡面 他要幫忙講話 所以這表示什麼 他有一定的 這個人望 他有人氣 因為他是要投票投出來的 那 他在裡面呢 這個是個很謹慎的人 他很謹慎 他不隨便講話 那這樣的個性 到了辦案的時候 你看到什麼 我要講一個 大家如果有印象 我們以前有一個民航局局長 叫張國正 張國正是要辦的 張國正被他辦過 被他辦圖利罪 那那個案子 那個張國正雖然是無罪 可是那是一個很經典的 一個所謂的政策問題 你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就是當年2006年的時候 張國正 當時是民航局局長 被約談 從桃園地檢署出來 那時候 那時候那個中和縣 在這個桃園地檢署當檢察官 那這是什麼事情呢 你知道嗎 我們國家 花了30億 30億喔 新台幣 幫桃園機場附近的幾個眷村 做一個什麼 叫噪音改善工程 就補助 對 補助居民 因為機場嘛 所以噪音很多嘛 據說有分級嘛 第一級的第二級的第三級 最嚴重的可以補助到16萬喔 補助你幹嘛呢 裝氣密窗跟冷氣 好 那到時候 補助的時候 就一吋 就加護物啊對不對 有四萬的 有八萬的 那要驗收對不對 驗收就要拍個照片 就拍個什麼 有冷氣機的照片 拍了對不對 那回來就簽個字 就驗收了 錢就撥出去了對不對 好 那你再仔細靠近一看 你發現這個冷氣機很奇怪 它只有殼子 沒有壓縮機 那是養品屋 通常就是用那種 不能住的 或是老伯伯都住的 也就是說 它只裝了一個冷氣機的外殼 那就是假裝機 真申請補助款 就增A錢嘛 然後呢 那個是兩個 兩個立委 也是立委去要來的 所以呢 這對選票很有幫助 所以啊 這筆錢啊 30億沒有預算 那怎麼辦呢 你知道 我們中央機場 雲雲上 所以立委要去綁莊的就是了 選民服務啦 選民服務啦 這看你怎麼解釋 那 兩個立委去要來的 那這筆錢呢 其實沒有 政府沒有預算 民商局沒有預算 因為30億不是小錢 那從哪裡少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們到機場 那個航空公司啊 他們都要繳那個機場費 就從那個機場費裡面啊 拿30億出來 補助這幾個眷村 所以中和縣那個時候就是辦 那一次的噪音 同罪 對 那因為這個 因為那個下令 專案驗收 拍張照片就可以驗收呢 張國正 張國正 一定是民航局長嘛 不過後來法官是認為說 張國正這樣做雖然不對 雖然不對 但是他不認為這要圖利 所以只辦了張國正下面的一些官員 但是那一次出手 還是可以看出中和縣的個性了 對 他也是收足了證據 才一次出手 不過這一次喔 有人說是因為檢調掌握了 他即將要潛逃到大陸的證據 後來呢 挺李全教的又出來說 後援會員說 不是不是他沒有要逃跑 他已經買了回程的機票 他是要去幫人家證婚 有志據說你有個朋友 之前就跟你說 李全教準備要走啊 這沒感覺就要從搜索 那你怎麼知道啊 因為這朋友之前就跟他有官司糾紛 那這個美港 那你收過就對了 收過就對了 但是美港我們要從哪裡看出來 看這次的搜索票怎麼開 這次搜索票開六天 我們辦案案都會知道 跑社會都知道 搜索票有那個時間日期幾天到幾天 這次為什麼開六天呢 美港就在這個六天 好 為什麼這次開六天呢 而如有志的朋友 為什麼早就知道李全教要跑呢 等我來告訴你 今天朋友來節目現場 來跟搜索票的美港 六天 六天 一般搜索票 譬如說你要辦刑案 它是從 2月5號開到2月11號 一般我們以前在跟警察 跟調查局聊天的時候 你什麼時候要動手 他說後禮拜是 就很準嘛 對 通常說後禮拜是 不然說所有時候開幾天 兩天 一般來講都是這樣 這種數字 開到六天 這個美額就有了 我大概就問一下 後來我就想說 怎麼開到六天 因為那一陣子其實 檢察官 我們這個中和線 早就收到消息 他可能會走 有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我這個朋友 跟他有生理店員的燈檔 就正前大家應該知道 我不知道現在 立委跟議員 可以看誰 民間才這麼厲害 在台南的議員 可以關到身體去 因為身體那邊 有一個暗驚 跟我們朋友 因為開墾一個 好幾十公頃的 一個度假村 跟他有官司糾紛 他兩個大家修圖 那是我們店講過 乘風娛樂那個 神來野度假村 對… 因為他怕暗驚 他之前 李宣舊最厲害的 不但是集資 為什麼他要用集資 因為他的慣勢 他一到五天都不會出 不用花家裡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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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實說 賺錢不能賺 阿關你也對 這個人家 我看得太好了 他不是說 對啦 我想說他以前 會把這個人拔掉 變成一個人脈 看你怎麼解讀 你的解讀是說 我本來賺 另外一個方向 你把它添開 就說賺不出錢 他的習慣是這樣 他要開發這個度假村 也是他從頭到尾沒有花過一毛錢 他一角五人都沒有去開過 從頭到尾開始 是處理他的不良債權 然後去處理之後 然後呢 又介紹了一個萬國幫的幫主 你賺有沒有 一個黃建新 最近有說過了 我說萬國幫他兒子 不是在帶槍去裡面 他亮槍那個世界有沒有 你看那些萬國幫幫主 都會把他握 萬國幫幫主裡面 花錢多少萬 李全教揪他 你說合資集資也揪他 因為我錢花完開之後 好像在裡面沒有去 我這個朋友就說 最後賺了賺了賺了 李全教處理到全部 他賺了 欸 像這塊 你賺了 我們朋友給他拿來 還要把他開發 李全教他還抓了 沒辦法幫 沒辦法幫 只好大家對付公堂 賺了賺了賺了 到法院之後 賺了 最近 差不多是 一個月 三禮拜多前 一個月 判下來 李全教敗訴 李全教的關係 李全教只做行李 他雖然說 他不是這麼老麻 但是 他的關係 他比較白費 比如說 有人跟你說 你不要這樣 李全教有個口頭禪 你不要這樣 我自己不一定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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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然就跟他講說 沒有關係 你沒有關係 我自己沒有這種關係 你知道嗎 他講話就是有那種 所以他文采的事情 你不要這樣看錢 你不要這樣看錢 你跟媽最會當隊長 法師呢 我就是這種 我不要錢 你今天不要跟我講那麼多 你說我關係 我自己沒有關係 你不要這樣 他那個法師是教育部不承認的 他那個法師是教育部不承認的 但是 那天 那個敗訴完之後 我們朋友就接到李全教的朋友 那奇怪 他一般李全教都不會親自自己 沒有啦 因為我看這個 我的官司 這件案件輸了 從頭會輸到尾了 因為他 骨骸效應 他連這麼小的幾十公頃都會輸 他覺得他台南議長 一天都沒有希望 這是外部進行的事情 我告訴你 要三禮拜 要一個月前 三禮拜是嗎 他接到這樣的話 他說你怎麼用 他說沒有這樣大家夫婦 看我可以坐 拿多少就拿多少就好了 這怎麼李全教 拜託兩個議員 這怎麼李全教的口氣 所以他準備想說 可以看多少就看多少 那時候幾個朋友就有在想說 他現在連這幾千萬 就要放一個也好 這土地是幾十億 不然你一千萬拿來 人家記得的時候要做什麼 有多少快拿多少 是不是要跑去 那時候我們朋友圈就有人在說 就在傳這件事了 對他吃飯的時候 就爆出一句話說 李全教怎麼想要跑 結果你現在 那天一個飯局的一句話 變成你今天對照這個 他跑去代流 一語成稱 他跑去代流 那你看 那等一下他說他去政婚 對嘛 他去大陸的結果是說 他有一張喜帖 他要去處理這個婚禮 對 但是我們早知道 我們早知道 其實婚禮也是其中 一個洗錢的方法 為什麼 今天我跟議員 我今天很好的 你們要嫁女兒 我開心感到五百萬 包紅包 這樣不行 這樣不行 因為陳志聰的婚禮 也受不了這種 不對 什麼金床 什麼什麼 紅包都兩三百萬 對… 我們有這麼好的 現在包一個紅包 包兩三百萬 我們兩千塊就不錯了 你李全教今天去那裡 如果他去大陸這個婚禮 他最後包的紅包是三百五十萬 你這樣也可以說他怎樣 我們剛剛不是講 跟大陸很多的金流 金錢關係 他要去上級嘛 就是說 大家都知道 議長 包括主席代表 我以前有一個朋友 他做代表 我們代表管理所來做代表 他說 以前 他要選主席 你說一定的 譬如說我跟兩個議員 我跟議員 我跟議員 我們三個比較好 這個議長 這個主席就說 沒有你們三個 苦苦的 我幫你們白白的 你們去台南玩 譬如說 我就把安排去台南玩 那三天 我都就會有 早上 他還會有省 這叫酒池肉依 對 最後那邊 都要去市場 林董 秋董 從頭到尾 服事到尾 有自己說 好像有參加過的那種 不要這樣 時口否認 那是假的像他有參加過 不是 超自然的 其它人都捨 照記者照照 比較親 你知道嗎 然後那幾個我告訴你 你每天都在台南 別中啦 那個地方啦 為什麼 我現在就解釋東豪哥剛剛那個問題 為什麼是賴神提供的消息 為什麼 我們三個每天到上 我們的手機在卡 那細胞胎是不是每天在那裡發射 是 所以現在賴神只要說一個 這個是非常標準的 刮肉掌的辦案方式 你這裡肉掌頭給我就好了 你給我阿冠的電話 阿冠台北都叫我們三個 我告訴我們手機有什麼 每天都在三里這邊出現 連三五天 因為他欠通告費 他欠通告費 他就是欠那一千萬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種辦案方式 跟李全教習習慣 一定是一關 所以今天才會辦到這個 不是還沒有辦到藍的 先罵帳頭還沒出現 所以 李全教兵凶時是很標準的 哪有可能這時漏軟 他到底多標準 來聽賴市長怎麼說 議會大天 很多不明人是照理說 議會大天是不能假婚 然後據說現在很多很奇怪的人 不明人是在那邊要出路 有人假婚 沒有人敢去說 甚至很多議會的工作人員就提前退休 因為嚇死人 現在王爺來 我們還記得二三十年以前 政態局 過高兵 客 三人無罪 那個時代沒有 我們想說現在的政治不是這樣 結果看起來 目前的議會好像也是牛鬼蛇神 我想不用說誰 4月25號議員宣示就職 我當市長受邀去列席 當然我客氣的先去五黨籍拜訪 李全教就坐在那裡 他坐椅子沒起來 他就掉一根煙 坐椅子這樣 他就加婚 在那裡吃婚 就在議會裡面 就是五黨籍的辦公室裡面 就在那邊抽煙 所有人都拿來幫你打手 他沒幫你打手 我想這是他本身做人的態度問題 我們衛生局也因此去罰他一萬塊 開到罰單 因為他是違反法律 他有嗆過你對不對 除了說桌子出不在乎你 你去拜會 你禮貌性的拜會 叫你說怎麼說 禮貌上他也要在那裡 來跟你質疑一下 所有的議員都站起來 質疑像一個人這樣 還假婚 就是非常囂張 他曾經嗆過你說 以後來清德市長你要聽我的 你聽我的就前途無量 你心裡作何感想 我想這個太過自大了 太過自大 就是說他不可一試 就是說他已經選了 可以掌握所有的事情 他完全是法律無誤 他也完全不理會市民的感受 那其實我認為有一個更嚴重的事 他比如說這次臨時會的這個召開 是 委員會還沒選出來 就是議會有很多委員 委員會 委員會要拿幾個委員 要再拿幾個委員 都還沒選出來 程序委員會也還沒選出來 程序委員會是要排議程的 今天李全教當過兩任六年的立法委員 他問問看立法院哪一次 委員會還沒有完成之前 程序委員會還沒有排議案之前 黃金平院長就可以召開臨時會了 沒有這種事情 所以他今天 所以他就是要修理你 我認為這個 這個比對我 比對我就是說坐在那裡 沒有禮貌不站起來 叼根煙 或者是對我這個講那些不禮貌的話 我覺得這更嚴重 所以外傳 他其實就是有備而來要修理你 但是他的說法是 是你意氣之爭 他說他找了朋友要去聯繫你 你對他態度很強硬 他有試圖找朋友去跟你溝通過嗎 沒有我沒有接到任何的朋友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補助他說有找朋友去跟你聯繫溝通 他說你態度很強硬 沒有他 我沒有接觸到他任何的朋友 或跟我談起 或任何一個人跟我談起這樣的事情 都沒有了 所以剛剛來想說到李全教這個人 多囂張 多囂張 他為什麼可以這麼囂張 因為他過去無關什麼事情 關關難過 關關給他過 包括那些消磨案 我們想說那個事情一定讓人哭起來 結果還找到人 不要講說找人頂罪 外傳 那個案子確實疑點很多 是這樣 那個剛好我在當民進黨黨團的幹事長 那時候這個老伯伯就是這個小摩的爸爸 是一個老伯伯真的是相因很重的那種外省老伯伯 然後他從來沒有認識半個民進黨 他因為李全教對他的女兒 他覺得他是說 不是這個老伯伯嗎 那個時候有的人怎麼說 對 他說他害死他女兒 所以他找了很多國民黨的立委 去訴冤 但是國民黨立委都不敢 不敢他不敢過問 因為他們同黨的嘛 結果這個老伯伯呢 不只是同黨 而且還是李全教 對對對 然後我們剛剛看嘛 對 這個老伯伯呢 就坐在立法院的門口 拿著大字報抗議李全教 就像這樣拿著這樣 一直坐在那裡 然後呢 有一天那個 那個中連晃 他就跟我講說 那個門口有一個老伯伯都坐三天了 你們也去給人家關心一下好不好 結果我們助理 黨團助理去了 聽不懂他講什麼 因為相音太重 是 就回來說 真的聽不懂 我就去了 我聽懂了 但是我聽懂了 我根本不敢講 因為實在是非常的不堪 我跟各位報告 這個小模呢 不到二 差不多二十歲左右 就專科剛畢業 專科大概差不多剛畢業 可能還不到二十歲 他因為長得很高挑 好像一百七十公分左右 長得很高挑又很漂亮 就去了摩特爾公司 那這個老伯伯 根本不知道女兒在外面做什麼 因為年輕了他出社會嘛 剛出社會 結果呢 被李全教看上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小模的公司 把他派去做 某一場的這個酒醋 然後剛好李全教去應酬的時候 看到他 就開始追求他 追求他還送他名牌包 後來呢 不是只有這個小 這個小模的爸爸 連他們那些同儕 就是他同學或者同事都出來 控訴李全教 說追他的時候 連那個包包都是A貨 不是真的啦 可是李全教不是很海派嗎 這個叫海派你看 就跟他說的 就跟那個有志講的說 沒有出現金一樣 送他這種仿冒的 他們還把那個包包拿出來 那些同儕還把他送他的包包 因為人走了嘛 已經過世了拿出來 送的就是這種 就是這樣耶 好還沒完 這個老伯 送假貨 這拼這個老伯伯很可憐 他真的很可憐 他是聽他女兒的同儕 拼湊了 就說他追這個女的時候 送名牌包 他還以為那是真的 然後後來呢 甚至為了助性去吸毒 吸K他命 那因為李全教是成年人嘛 他可以控制自己 但是這個小模真的是太小了 他沒有控制好自己 就上癮了 上癮了 上癮了以後李全教就覺得 這個不好啊 這個曲角 就不要了 就甩了他 那這個小模 也因為吸毒啦 有一點現金上的需要 也因為 就因為這樣子就很想不開 他又第一次的初戀 就愛上李全教了 因為也被他睡走了嘛 嗯 然後 這個小模就跟他的同儕講 講起這個事的時候 大家就罵他說 你有夠傻有夠笨 好 你這樣喔 這樣白白讓人家晚了 走我們去要 至少也要要一點 分手費回來 就這些人就陪著這個小模 去跟李全教要 結果還被李全教羞辱了一頓 所以回來想不開 就跳樓自殺 這個真的讓這個老妹妹情何以堪 但是李全教這個案子 後來他是全身而脫 因為死無對證啊 只是他的同儕 跟他的爸爸的控訴 可是這老輩最可憐 所以後來李全教呢 曾經還去選舉啊 甚至到高雄去選舉啊 到哪去選舉 都看到這個老輩 被拿著抗議的這個字板 去跟隨李全教 去為他的女兒申冤 真的很可憐啊 可是這幾年沒有看到 全身而退 主要是後來他把責任推給了一個 消防署那時候的國會聯絡人 我相信如果當過委員的人 應該有碰過他 因為他叫黃威智 他說是他的助理 那是你的朋友嗎 那是我 因為跑社會 我們跟他是很好很好的朋友 我可以大概講黃威智這個人的個性 黃威智是不是出來頂罪的 因為三家伴妹發簡訊 事實上 那個是李全教的手機 發簡訊給小模 有一些曖昧的字眼 他的同儕都說 都看過李全教 結果 你的朋友說是 他用他的手機 發得有可能三家伴妹 司法上是判李全教無罪 他也對黃威智沒有任何的處罰 所以在司法上的認定 是這樣子的結果 但是黃威智那時候是跳出來說 那個小模是我的女朋友 是我的女朋友跟李全教無關 因為我在POP認識這個女孩子 我非常的喜歡他 瘋狂的追求 最後還跟我同居 跟我在一起 那為什麼李全教的手機 因為剛才看到伯伯不是有拿那個 那個手機的那個翻射畫面 那個畫面呢 為什麼會李全教的手機 傳簡訊給小模呢 裡面還說很想你 晚上睡不著 還Kiss me 怎麼會你怎麼會用李全教 怎麼用李全教的手機 他說因為我跟李全教 那做過委員都知道 因為黃威智這個人 對立法委員說服務是婆婆她她 就是你只要想用它 他都願意去幫你服務 甚至你要訂便當 叫車什麼都沒關係 他這個人從頭服務到尾 所以連這種事情 那時候呢 那個黃威智他就出來講這些 他說因為我跟委員很好 我手上又沒有手機 所以我要想傳簡訊給我女朋友 我手機拿來 一按我就傳出去了 你相信嗎 不相信 你不相信 誰相信啊 而且我們三個半枚耶 我現在就算手機 還要拉到頭上去 我也不會跟李全 我傳給我們 特別是委員的手機 你敢動 這是一個疑點 第二個疑點 我要講黃威智大家都看過 對不起喔 兄弟我真的是 要稍微吐你一下槽 你剛剛 怡經委員講說 小模長得是高挑 亮麗 瓜子臉 看過人知道她是個美女 我沒看過 她是個美女 黃威智 抱歉 冰冷水 吐頭 對不起 抱歉兄弟 我真的還是要這樣講 我不是說 人跟人 美女不能配不好看的人 但是如果這樣子的一個 一對一對組合 你真的要取信於社會大眾 我覺得我不敢相信 但是司法是判決 是沒罪 我們回來本案了 但是這一次 之所以議長選舉大翻盤 就靠一個美女啊 一個穿著外套的挺胸美女啊 紅色外套 紅色外套的美女啊 據說那一天很多議員都覺得很尷尬 所以那一天讓綠營的監票失敗 嗯 對 來講一下那個林彥祖 從畫面看起來真的是這樣 就是說林彥祖 她是跟我同選區的我的議員同事啦 那她跟李全教應該是私交勝度 私交勝度 是什麼意思 就是 你還在說的 感情不錯 感情不錯 私交勝度 那所以她這一次李全教選議長 我看她就是 你看她就是非常賣命嘛 你看這個畫面 她是賣命的在替李全教 這個掩護 掩護這個我們民進黨想要跑票的人 好 所以你看這個畫面